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试课程 东方人生哲学的课程影片 那么这个是由台大哲学系杜宝瑞老师所开设的课程 那么在这个学期 这个课程所要讲授的主题 会包括弟子规 还有包括朱伯卢的志佳格言 还会有蔡庚坛 还会有了凡四讯 还会有朱熹编的晋思路 以及这个魏晋时期刘少的人物志 可以说课程非常的丰富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弟子规这个课程开始讲起 这篇小品的文章呢是由清朝的秀才 编写的 后来也经过一些修改 那么一直以来呢就在民间流传 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我们华人世界的启蒙教育的教材 那么它的背景可以说就是从宋明理学 或者是说从这个四书教育 私俗教育的一个很好的教材 整个作品的背景 它用的是论语里面的一段话 作为它的基本的架构 然后呢再分成七章 逐章表达了作者自己的这个体会 它的想法 那么提供出来 那么给大家作为子弟的启蒙教育的一个教材 那么有关于弟子规的这个历史背景 作者背景资料等等 这些部分大家在网路上或其他的书籍 很容易找到参考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花力气处理这部分的问题 那么希望能够在课堂的讲学里面呢 把力气都放在它的这些文本 这些句子 它里面的哲学思想 它背后的逻辑推理 它的道理是什么 来跟各位同学做一个介绍 那么清朝距离现在不是很久 但是现代化的社会 确实一个跟过去差异非常大 而且实际上即便是现代化的社会 以台湾社会的例子来讲 每隔五年十年 社会的变化也相当的大 那么这一篇 只有一两百年前的一个短文 在今天的这个生活世界里面 年轻人的子弟教育里面 是学校教育也好 家庭教育也好 还有一些重要的意义跟价值吗 所以我想我们会在这个课程的进行当中 尽量来结合现代生活 所碰到的一些状况 看看这些文字里面的道理 是不是还有可以解释的地方 还有它有道理的地方 所以我一方面会做这些文字的文本解读 一方面就会直接提出问题 来跟大家讨论 而我所提出来的问题 我自己都会尝试先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来做一下解答 好所以弟子规呢 我们看这里就是他从 《论语学儿篇》这篇文章 《论语学儿篇》里面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爱重 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那么弟子规的总序 一开始 就是这样的一段话 弟子规 圣人训 守孝涕 刺锦信 犯爱重 而亲人 有余力 则学文 那么就在这段文字的架构下 它其实分成了七章 第一章 讲入则孝 第二章 讲出则涕 第三章 讲紧 第四章 讲信 第五章 讲犯爱重 第六章 讲亲人 第七章 则讲余力 学文 那么以下呢 就分这七章 来进行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也从这七章的 一条一条的文本 来和各位同学 做介绍 弟子规的第一章 就是 入则孝 那么这一章 整个的条文 在讨论 对待父母 增长的 生活态度 大概有一二十条 好 我们就看一开始 父母呼 应孤缓 父母命 行 勿览 爸爸妈叫你的时候 立刻答应 回答一声 不要耽搁了很久 不吭声 父母今如果叫你做事 那就去做 不要偷懒 不想做 父母亲是家长 家里面有事情 需要子弟来效劳 所以会请小孩 一起来做家事 那么家事大家做 家庭的事情 才能够运转的顺当 运转的顺当呢 越来越好 加到仓旺 全家人都受益 家事其实主要 多半是 清洁 整理的工作 或者是 出外购买东西的工作 等等 那么这些事情呢 有时候就某些人 一直在做 这样子其实会造成 家庭人际关系 均衡 失去了均衡 那么那些不做家事的人 都在家里做什么呢 其实很多时候 时间也是浪费掉 不是每一个时段都在 进行生产性的事业 建设性的事业 读书学习的工作 这些工作可能是你白天 在你工作单位的事情 或白天在学校 在读书馆 在教室 在进行的事情 下了班 下了课 回到家里 是在休闲的状态 但是有家事要做 就跟家人一起分摊 尤其是帮父母亲 做一些分摊 把家里整理干净了 其实自己心情 也会非常的好 那么会让你 这个整理好 更好的心情 明天的工作 白天的工作 就会更有效率 这是一个 对大家都好的事情 那么 所以我们看看 第一个问题 现在子女愿意承担家事 而接受父母长辈的指挥吗 父母亲也许会叫你做 也许不会叫你做 但是我要跟各位同学提醒 做事 不管是家事 还是公事 还是学业上的事情 还是社团活动的事情 只要是做事 就得用头脑 只要用头脑 就能够锻炼能力 只要多做事 能力就会提升 大事提升大能力 小事提升小能力 大事情里面 有很多小事情 大能力里面 有很多小能力 时时刻刻保持一个 可以做事的心理状态 这个人 就是会成大事的人 我们现在第二个问题 很多父母也不一定 会把家事的责任 交给子女 因为父母亲疼爱子女 希望子女 把所有的力气 都用在读书上 但是你读书呢 不可能五十分钟 一百五十分钟 都在那个状态里面 你总是需要起身一下 总是需要这个 补充一下营养 灌洗一下 中间的过程当中 可以有一些时间 就把该做的事情整理好 或把自己 这个搞乱的环境 收拾好 那么 实时保持自己环境的整洁 甚至主动 表示 愿意帮家里做一些事情 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家庭生活的态度 第三个问题就是 有些家庭 它同时是一个公司 同时是一个企业 或者是一个小的 生产事业的单位 在这种情况下 所谓的家事 就不是只是打扫清洁 采购而已了 它包含了更多的层面 所以既有家人之间的相处的 私事的小事 也有呢 一起对外的公事 大事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家事就更有必要 要好好的参与 当然不一定每一个人的工作 都是在家族的企业里面 只是还是存在这样的现象 而且相当的多 就是家事跟公事 是二而一合在一起的 好 这一段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父母教须静听 父母则顺承 子女还小 这些事情不是很明白 父母师长就会给他教导 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子女 长大成人 所以子女呢 应该要好好地听从 如果子女犯了错误 父母会给他责备 让他知过能感 这样呢 也是为了要培养晚辈 晚辈应该要真心接受 而不是心中有气 而生父母亲的气 当然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父母的教诲 都是对的吗 确实是 未必 如果父母教诲 未必是对的 的时候 我们当然可以跟父母讨论 这在后面呢 还有几条会处理这个问题 那么假设 父母的教诲是对的 这段话就是提醒我们 要静听 要顺承 因为这是为我们好 这也是我们自己应该有的一个 学习的态度 成长的态度 理性的态度 第二个第三个问题 子女到了多大了以后 就不必再事事顺听父母的话 其实这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 这只跟父母亲跟你交代的事情 是非对错 有关系 甚至 未必是是非对错 而是一些选择的建议 那就是爸爸妈妈的人生阅历 子女不一定有那么多的阅历 那么父母亲用自己的阅历 给子女做一个生活事业选择的提醒 这就是一个人生经验的给予 跟你多大的年纪是没有关系的 再一个问题 讨论 现代人还需要遵守爱敬父母 事事顺听的道理吗 这其实也跟现代古代没有关系 家庭关系就是家庭关系 古代现代未来的人类 都还是有家庭关系 家人就是最亲爱相处的团体 基本上正常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善待对方的 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爱 真的是来自于天生的 所以父母的教诲 甚至是责备 首先都是出于善意 子女可能会有因为种种的原因 不想接受 这个时候反而我们做子女的 自己要思考一下 究竟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欲望 有一些贪恋 其实是不太对的事情 父母在制止我们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好反省 跟现代古代没有关系 跟我们的年龄没有关系 跟这件事情的道理是非对错 才是有关系的 我们不只是在学校学习是非对错 我们在家庭里面跟父母的相处 也有是非对错 我们自己要有清醒的理性 冬则温 夏则清 沉则醒 昏则定 天冷的时候 注意父母亲保暖 天热的时候 注意让他们凉爽 早上问安 晚上时间到一定要回家 这些行为呢 都是跟父母亲表示关心 良好的互动的原则 保持环境的舒适 是让父母生活惬意 是子女逐渐长大以后 要知道的 对待父母的相处的原则 其实关键就是 你要懂得 该轮到你 反过来关心父母 照顾父母了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父母五六十岁 身体可能都爱不健康 你就要开始培养 这个关心跟照顾 等到你三十几 四十几 五十几 父母亲就是七十几 八十几 九十几 他们甚至已经到了 非要你照顾不可的时候了 那时候就不只是 东温夏侵 成婚定型了 你要付出的 可能是更多的 平常的时候的成婚定型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 保持接触 表示关切 了解彼此的状况 互相慰问 交流亲情 所以大人有什么事 小孩有什么事 彼此都很清楚 你知道家人就是生活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就是要交流 就是要问候 了解得清清楚楚 全家人所有的事情 都是全家人共同的事情 这就是成婚定型最重要的意义 好 那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子女应不应该注意父母生活上的舒适与否呢 当然是应该要注意的 父母照顾我们 关心我们 我们长大了以后 有能力 我们身强体壮 我们买东西很快 跑路很快 做事情反应很快 上网查资料很快 父母亲有需要 我们就帮忙处理 这就是一个 孝顺父母的最简单的一个反应 还有父母亲很关心子女 常常要跟我们接触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顾及父母关切自己的心情 而成婚定型呢 其实我们愿意成婚定型 就是去反映父母对子女的照顾 那么现在有些学生是住宿舍的 跟父母亲有一定的距离 那么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方式在做联系 每天定时打个电话 或者视讯上跟父母说一声哈喽 就好像生活在一起一样 那么这就是让家人能够看到你 能够找得到你 对你表示关心 而你呢 也是表示对父母的孝顺之心 不要让爸爸妈妈找不到 如果你是在外面住的人的话 这样子让父母安心 你自己也安心 你也专心去追求你自己的求学 跟同学相处 参加社团活动 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正常的亲子关系 同时也会有好的学习的阶段 出必告反必念 居有常业无便 这就是说 在家里跟父母居住的年轻朋友 白天出门的时候呢 先跟父母亲打个招呼 我出门了 晚上回家的时候呢 也打个招呼 爸爸妈妈 我回家了 那么如果你是在外面居住 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你所居住的地点 要固定 让父母亲知道你在哪里 因为他就是关心你 同时你所从事的行业 工作 又要固定 不要变来变去 因为他希望你有良好的生活 这些都是父母亲对子女的 关心的一个表现 而子女呢 就应该在自己的生活上 这种方式显现出来 让父母亲安心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现代子女仍需要 试试让父母放心吗 问这个问题之前 也许可以想另外一个问题 现代的子女 或现代的年轻人 需不需要让自己 对自己安心呢 所谓自己对自己放心 自己对自己安心 的意思就是 我很清楚知道我要什么 并且我在努力 并且我在克服困难 朝向这个努力的目标 而努力前进中 那么我就是一个 能够让我自己放心的人 一个年轻人能够让自己放心 通常家长也就是会放心 而能够让自己放心的关键 当然就在 第一 你就是有一个要追求的理想 追求的目标 第二 你就是在努力前进 在克服困难而前进当中 所以我们就可以到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为了追求理想 追求创新 而暂时没有大的成就 还在摸索 还在学习 还在准备 还在实验的阶段 这个时候父母亲 看你没有工作 没有良好的收入 会担心 那么你需要因为 不要让父母担心而放弃吗 然后就改行了 立刻去找一个工作吗 这当然是不一定的 但是就应该要好好地沟通 如果我们自己真的很有努力 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好好沟通通通常就会有良好的效果 如果沟通不成 那就是 那还是要继续沟通 总之呢 重点是 自己要做一个 对自己 有责任感 有理想 有目标 有生活的经营管理的人 那么 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能够让父母放心 事虽小乌尚为 苟尚为子道亏 在家庭生活当中 一些很小的事情 你做得随随便便 没有诚意 父母亲看在眼里 会想 那你出社会 帮老板做事情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轻轻浮浮的 做事情的风格 那如果是这样子 老板会提拔你吗 父母亲就会开始担心了 所以在家庭里面 的一些生活上的小事 没有花你多少时间 没有花你多少力气 他是家事 也就是你的事 就好好的处理 认真的处理 帮爸爸妈妈 把事情处理好 这就是一个 有责任感的人的表现 也可以说 这就是孝顺父母的行为 更多一点 我们在外面做事 在社会上做事 或在学校里面做学习 那就是我们一个成年人 在外面展现我们自己 不对的事情不要做 危险的事情不要做 因为这都会让父母亲担心 让父母担心 也就是没有尽人子之道 我们要有理想 有抱负 把事情做好 一直过很积极的人生 让父母亲看到 我们一直在进步 这就是一个孝顺的态度 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是的 对的事情我们应该诚意的去做 但是在现代人的生活里面 有那么多对的事情吗 我们有需要那么严肃 做那么多彼此的要求吗 人与人之间可不可以轻松一点相处呢 即使是父母子女 老师同学 长官部署 当然可以轻松一点相处 当然没有那么多严肃的事情 每件事都非要如何不可 关键在于我们处事的态度 而处事的态度 不只表现在眼前这些小事情上 重点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生 是不是有一个规划 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一直都是在进行成长的 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么生活上有很多小事呢 就可以彼此包容 不一定要非怎么样不可 不要让别人不舒服 造成别人不愉快的感觉 就可以了 其他呢 可以很多原则 可以尽量简单 尽量轻松 那么这会是一个更和谐的 这个生活的环境 生活的氛围 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所以虽然小事 你可以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在意 因为它是小事 所以没有关系 但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随便做 甚至呢 造成别人的 不愉快的感受 那样又是这个界限 没有处理好了 所以关键就是 我们自己把人生经历得很好 积极的向上走 积极的学习 至于人际关系之间的相处呢 有一定的界限 那么可以追求那个轻松 但是呢 也应该遵守 那个奋纪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倾心伤 其实东西 不是说它非常的有价值 而是你处理这些财货的态度 你的态度如果是 据为己私 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不能够帮助别人 看在父母的眼里 会很难过 一个人呢 要做一个可以帮助很多人的人 这样的人 活着 人生才有意义 才有他的价值 在家里是这样 在外面 公家的东西 就是大家来共同享用的 如果怯占 变成自己私有的东西 那其实就失德了 甚至是违法的 那么会令父母亲羞愧 所以我们对于物资 物资 不要看得太紧 不要太小气 不要老是想要据为己有 这个是不健康的心态 好 我们讨论两个问题 在家庭里面的生活 有那么多礼节吗 我们不能够稍微任性一下吗 任性一下 蛮愉快的 好 我的看法是 任性的时候 一定是有人让你的时候 所以你是增加了别人的负担 你培养了别人高尚的品德 那是你的家人 他正在很辛苦的 对你容忍 所以还是不要任性的好 任性延缓了自己成长的机会 任性呢 让自己呢 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变成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 这是一个缺点 好 再一个问题 现代人的物资很丰富 其实大家不会去计较 谁用了什么东西 所以还有这种自私的据为己有的事情吗 或许比较少了 或许真的没有什么这种事情了 物资太丰富了 不过还有一点 那也不要浪费 任意的使用 任意的浪费 造成环境的污染 这也是一个功德性的缺乏 虽然家里有供应不完的物资 但是我们也不要任意浪费 我们要想到这个社会 想到这个地球的这个环境 所以还是有别的事情 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 亲所好利为惧 亲所恶仅为去 父母亲长辈喜欢的东西 想要的事情 完成的事情 我们就努力帮他完成 想要的东西找来 给他使用 这是一个孝顺的态度 父母亲不喜欢的事情 想办法把它处理掉 把它解决掉 这是一个孝顺的态度 就是帮父母亲做事 让他们高兴 不要让他们不愉快 好 我们可以来讨论 爸爸妈妈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事情 都是有道理的事情吗 子女一定要遵守吗 答案当然是不一定 但大多数当然是有道理的 如果我们不了解 那么好好的征询一下 了解了以后是对的 我们应该尽我们的能力 努力来达成父母的心愿 如果真的 它是不对的 或不应该的 那么应该用良好的态度 来做沟通 第二个问题 父母亲需要的东西 想要达成的一些愿望 理想 有时候不是我们子女的能力 能够达到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放弃努力呢 那么这也是不一定的 要再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好好努力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能力 来达成父母亲的期望 而这个期望呢 是不是促进我们成长 有关系的期望 或者不是促进我们成长 而就是父母亲的一种理想 一种希望 一种心愿 我们为了孝顺父母 也应该尽可能的 尽我们的能力努力 来达成来让他们满足 父母亲高兴 心情愉快 身体健康 长命百岁 也是我们做子女的福气 那当然这些事情 我们要量力而为 不过在可能的范围内 可以努力的 我们当然应该花力气去努力 好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反过来导过来看 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 对于子女的需要 父母亲是不是 都是排除万难 尽量去达成 如果小时候 爸爸妈妈对我们 要的东西 希望达到的东西 跟学习有关 跟成长有关 或哪怕就只是我们 任性想要的东西 父母亲都努力 满足我们的需要 甚至只是满足我们的欲望 的话 那么反过来 现在父母亲年老了 我们年长了 我们对父母的态度 是不是也应该如此 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的亲情的流露 有些事情不关是非对错 就是一个善意的流露 也许有些事情确实关乎是非对错 那么我们应该稍微追究一下 用良好的态度来沟通 可是很多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心意 就是个人有不同的个性 有不同的爱好 有不同的好恶 孝顺父母呢 就让他们心情愉快 他们喜欢的东西 喜欢的事情 满足他们 不喜欢的东西 不喜欢的事情呢 就不要做 就帮他们把事情解决掉 这就是一个孝顺的态度 身有伤 宜亲忧 得有伤 宜亲羞 不管是身体 还是我们的名誉 我们如果没有照顾好自己 父母亲都会很伤心 很难过 所以我们应该自己 把自己的民生 身体照顾好 不要让长辈 父母担心 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 就是爸爸妈妈 所以子女有过错的时候 反而最难过的是父母亲 所以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了孝顺父母 就来做出一些独立 而不要犯错呢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因为我们爱爸爸妈妈 因为我们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我们自己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这不只是对自己负责 也是孝顺 也是不让父母亲伤心 担心的表现 再一个问题 其实最愿意帮你解决困难的人 甚至最能够帮你解决困难的人 就是你的爸爸妈妈 至少他绝对是最愿意帮你解决困难 他花任何的代价 你都愿意 甚至 甚至自己的身体健康 自己的性命 在天下间之间 只有父母会愿意为子女做这样的付出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要不要让父母亲知道呢 要让父母亲知道 否则他会更担心 不过 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事情处理好 不要碰到不可解决的困难 那就不会让父母亲知道我们有困难 就不会让父母亲担心了 所以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生活顾好 不要做出一些不懂事的事情 伤害自己的事情 让父母亲担心 甚至要为我们承担 而承担的很辛苦 所以不是不要让父母亲知道 而是我们尽量不要有这种不懂事的事情 伤害自己的事情 发生 所以我们要懂得把自己照顾好 这就是孝顺父母最重要的原则 很多人不懂事 把自己处理的不好 自己无所谓 其实父母亲承担的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忧虑 四五十岁 五十六十岁 六十七十岁 七八十岁的父母 没有办法有一个心平静气的一天 子女却没有当一回事 这就真的是很不懂事了 亲爱我 孝河南 亲赠我 孝房贤 父母亲爱护子女 所以我们应该要孝顺他们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困难的 但是有时候 父母亲对我们很不满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尽孝道 也不是很容易 做得让父母亲满意 这个时候是比较困难的 但这时候呢 更是尽孝顺之道的重点 那么到底父母亲 为什么会对我们不满意呢 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我们自己犯错 所以父母亲不满意 但是我们在其他事情上 还是很关心父母 想要照顾父母 但是我们让父母亲 担心的那件事情呢 我们没做好 所以我们照顾父母亲的行为呢 父母亲也不会觉得很愉快 很受用 很舒服 所以关键还是 我们要先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尽孝 做所有该做的事情 才会让父母亲愉快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 父母对子女的不满意 是来自于父母本身 可能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下的情况的话 那当然子女应该好好跟父母沟通 和颜悦色的沟通 这个时候才是尽孝顺的 最关键的时刻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第三个讨论 子女会不会有哪些事情 对父母不满意 我刚刚讲就是说 父母对子女不满意 其实是父母亲有一些 不对的事情 那么哪些事情呢 很差不多 亲爱我孝何难 亲赠我孝方闲 父母亲很爱护我们 那么我们怎么做 他们都很满意 所以孝顺呢 本来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不过有时候 父母亲会讨厌我们 对我们很不满意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 都不能够让他满意 这个时候要进校 是比较困难的 这个时候还能够 做好孝顺父母的事情 那是贤者的境界 那为什么父母亲会讨厌我们呢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我们错了 一种情况可能是父母不对 我们错了的时候呢 父母亲担心 我们在生活上小事 对父母的照顾 对父母亲而言 那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你没有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你就算对我成婚定性 带我出去玩 我还是不会快乐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孝顺父母 还是应该要让父母安心 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 也许是父母亲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们对父母亲提出的要求 父母亲造成他们不是很满意 但是因为我们对父母亲提供的照顾呢 是为了父母亲好 父母亲虽然不满意呢 还是要客客气气的好言相劝 希望他们接受我们好意的安排 这当然就是孝顺的最好的表现 也是比较难做到的部分 好 我们来讨论一下 父母亲为什么会对子女不满意呢 这个对子女不满意 通常是些什么事情呢 很简单 都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该读书好好读书 该工作好好工作 该交朋友交好的朋友 生活上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父母亲关心的就是你身体是否健康 书有没有读好 工作有没有好好做 在外面交朋友 是不是一些好朋友 如果这些事情我们没有处理好 当然会对子女不满意 好了 再讨论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 通常父母亲希望子女做些什么 那就是希望子女把自己照顾好 另外当然父母亲也会希望子女把父母亲善待 照顾好 不过这个情况就是当我们通常 子女到了三四十岁 父母到了六七十岁 甚至七八十岁 开始需要子女的照顾了 这个时候有些子女不见得能够体会 父母亲已经衰老的这个现象 因此有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不管是陪伴的需求还是健康照顾的需求 这就是要孝顺的子女 自己要时刻的观察 所以成婚定型很重要 即使没有跟父母亲住在一起 保持联络很重要 固定每天每周 这个联络 每个月见面等等 这些都是很应该子女为父母亲做的事情 再讨论一个问题 子女会不会有哪些事情对父母不满意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子女关心父母亲 照顾父母亲的健康 那么父母亲反而自己不重视 因此子女呢 希望父母亲能够改善他们的行为 这是好的一面 那这也不能讲说是不满 而是一种担忧 可是会不会有子女对父母亲不满的事情呢 还是有的 那就是永远长不大的子女 永远要向父母索求东西 不管是父母对子女的照顾 还是金钱上面的给予 财务上面的给予等等 不懂事的子女在长大以后 还是向父母亲索讨东西 父母亲不给 就不满意 那这是子女的不对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我们看完就要再问一下第四个问题 子女跟父母的关系 是不是父母一辈子做到老做到死 都是在负责照顾子女 而子女呢 就是负责被照顾 并且顺便对父母亲批评 给父母亲答分数 是这样的父母子女关系吗 当然不是的 所有的宗教哲学都不会有这样的看法的 父母亲照顾子女 出于天性 等子女长大以后呢 爱护父母 孝顺父母 这也是天性 我们不要违背了人的天性 父母子女好好的互相照顾 一家和乐融融 一个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这才是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 亲友过见识 跟疑无色 柔无声 当然爸爸妈妈也是会有一些做不对的时候 那么我们当然应该要劝戒 只是口气 脸色都要温和柔顺 我们不是在指责犯人 我们是因为关爱自己的长辈 好好的跟他们讲 这是一个应该有的子女的态度 我们可以讨论一个问题 父母亲的过错 做子女的可不可以不管 任由他们去 可以这样子吗 当然这是不好的 因为你爱他们 你当然不希望他们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 除非你不爱他们 但是你当然是爱他们 但是很可能 父母亲呢 这个 毕竟是长辈 气势比较强 一意孤行 那么做子女晚辈的该怎么办呢 至少应该永远表示关心 永远有机会呢 就提出我们的看法 让他们心里知道 我们并不支持 并不赞成 我们不要放弃这个努力 人 都有理性的时候 也许他们就不至于走得太过分 但是无论如何呢 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 不要跟父母亲不来往 因为你觉得他们做的事情不对 一定要做到一点 保持一个可以相处 可以沟通的空间 我们毕竟是做子女的 没有那种事情说 子女完全不跟父母来往 完全跟你割裂了关系 当我们逐渐成长 逐渐茁壮 逐渐有能力 也把自己照顾得更好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去收拾 这个父母子女的亲情 去照顾那一个 我们的父母亲 把他带回来 我们的身边 让他走对的路 这是子女应该做的 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其实我们还可以再想想 我们的小时候 成长的过程 一定有很多任性的 不懂事的行为 错误的行为 那个时候爸爸妈妈 会不会不管我们的过错 任由我们去做呢 当然是不会的 一定会制止 不管他的方式好不好 我们舒不舒服 他对我们的制止 就是关心我们 同样的 我们长大成人 反过来 同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对父母亲 当然应该要劝戒 但是我们是晚辈 所以口气要好 而且永远不要放弃 所以第三个问题 在劝戒父母亲的时候 可不可以破口大吗 可不可以动怒 当然是不好的 很让人伤心的 很恐怖的 父母亲怎么会怕你呢 你是他的子女 不是怕你 而是伤心 当然假设 我们对父母亲的 劝戒 变成了责备 变成了破口大骂 导致父母亲怕你 那真的是伦理逆反了 这时候已经违背了 伦常了 所以我们劝戒父母 一定要口气和缓 宁可父母责备我们 没有我们子女责备父母的 这样的行为 这是我们自己的自我认知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良知 所以做子女的 在这一点上 一定要守住最后的奋计 不可以对父母动怒 也不可以跟父母亲断绝 关系永不往来 无论如何都要和颜悦色 保持一个空间 父母亲跟子女 可以沟通 讲话 互动的空间 这是我们子女该做的 劝戒长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见不入 悦复见 好气所以达无怨 他们不听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持续 因为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爱 最好等到他心情好的时候 我们再提一提这件事情 请爸爸妈妈不要这样做 要做比较对的方向的事情 我们的劝谏 父母亲不接受 双方可能会起一些争执 但是因为彼此都是亲情浓厚 因此这个争执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谈得互相要说服对方 却谁也没办法成功僵持在那个地方 甚至爸爸妈妈激动一点 动手垂打了一下子女 这都是家庭场景中 可能发生 可能发生 常常发生 容易发生的情况 没什么关系 自己的家人 所以呢 这个重点就是 对父母亲的爱 不能够停止 关心 不能够停止 好 我们讨论一下 已经没有什么效果 你还要继续劝谏父母吗 我刚刚就说 效果怎么样 就是没有立刻显现出来 那个影响力一定存在 重点是 你不能够放弃 你的立场 你的态度 以及 关心的表示 好 再一个问题 子女可不可以反过来殴打父母 好气所以达无怨 是父母亲捶打子女 可不可以反过来呢 这是不行的 就像前面 那条 讲的 子女可不可以 这个 这个咒骂父母 咒骂跟殴打 差不多一样的行为 殴打还更加的 严重 这是违反 伦常的事情 就是自己对自己的 自我否定 这是一个矛盾的行为 这样的行为 非常的 不好 他已经把我们人心里面最大的恶念已经引发出来了 我们伤害别人是一个恶行 我们伤害 殴打自己的父母的那一种恶行是 向全天下 全世界 向天地之间说 No 的一种矛盾的行为 违反伦常的行为 千万不要有这种行为 无论如何 一定要理性 要冷静 要自我克制 不可以走到这一步 因为走到这一步 已经不是父母亲不对 我们来劝诫父母了 走到这一步 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不对了 那行为是违反伦常的 亲友吉 药先尝 昼夜室 不离床 父母逐渐老去 生病 躺在病床上 给他吃药 我们自己先尝试一下 尝什么呢 那不是尝尝 是不是毒药 是不是太热了 是不是太冰了 喝下去不舒服 昼夜室 不离床 已经躺在病床上 不能够下床了 所以如果没有人关心 三两天 他就撑不住了 每天 任何时段 都要有人关心 有人照顾 在古代的社会 都是大家庭 这种照顾呢 比较有可能落实 在今天的社会 都是小家庭 甚至子女呢 并没有跟父母亲 居住在一起 可能物质条件 环境 居住的环境上 都不许可 那么我们还有办法 做到这一点吗 要先尝 不离床 很难 所以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现代人 还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在家里 陪伴 衰老了 的父母亲吗 这还是我们应该 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虽然 有些时候 客观环境不允许 那我们就要努力去改变 这个客观的环境 可能我们 更年轻的时候 就要好好地工作 把自己的环境 建立得比较好一些 使得我们有能力 在父母亲衰老的时候 能够居住在一起 能够就近照顾 当然情况到了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再讨论第二个问题 我们是不是应该建立更良好的医疗和照护系统 或者推动安乐死 或者是接受自然死亡 而不要无限制的急救 这个问题是我们台湾社会目前非常急迫的问题 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 或者是经济成长 这个停滞 那么大家生活压力非常的重 但是医疗呢 又比较发达 能够把人的健康做比较好的照顾 但是越到最后呢 这个照顾变成一个更大的压力的时候 整个社会如何承担 个别的家庭如何承担 我们都需要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但是呢 医疗技术是一个问题 金钱物资的充分与否 人力资源的充分与否是一个问题 最后最后我们要想的问题是 子女对父母亲的孝顺应该进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一个主观的心意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小孩子出生三岁以前离不开长辈 当然说一失神 小孩子就会有危险 所以古代的人要守伤三年 这是指的父母亲死了以后都还要守伤三年 那么在父母亲的晚年生命的末期 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来面对 有很多知识 应该要知道的 要知道 有一些知识呢是属于在社会上 这个如何使用这个医疗的资源系统来面对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用心 还有一些知识是关于人的死亡的过程的知识 有些宗教有关于这方面的知识 做子女的孝顺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要有知识 而不要束手无策 不要什么都不知道 才能够在最后的一刻对为父母亲呢 做一些对的事情 它总是会发生的 不只是父母亲会死亡 我们自己也会死亡 所以对于死亡这件事情 该有一些知识 现在的科学不一定能够提供这些知识 但宗教的世界里头都有这些知识 我们应该对这些知识 注意 放在心上 需要的时候呢 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用在父母亲的身上 桑三年长悲夜 居处辨酒肉绝 这是我刚才说过的 小孩子过了三岁 才能够暂时离开大人的视线 所以古人呢 在父母亲过世以后 要守桑三年 居住的地方呢 不能够是豪宅 不能够是太舒服的地方 同时你们的饮食 也不能够是大鱼大肉 表示子女对父母亲的一个怀念 表示内心的哀伤 这甚至是古人的礼仪 好 那么现代人呢 在父母亲过世的这段期间 办理丧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这个问题呢 这一部分就有三个重点 除了前面我们讲 在父母亲衰老的那个阶段 如何看护 如何照顾 在父母亲的死亡这件事情上 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 死亡的那个时段的处理 第二个 之后的丧礼阶段的处理 第三个 未来长长久久 一辈子我们对于父母亲的想念 或者是祭祀的行为的处理 就父母亲的死亡 长辈的死亡 任何一个人的死亡这件事情呢 一般宗教会有一些说法 我个人是接受 佛教对于 这个人死后 有一个神事 那么会再往生 这样的一个宇宙论 这样的一个生命观 那么中国人一般道教 也是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死后到什么地方去 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思考 不一样的理解 不一样的知识的立场 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要去选择相信 或者是不相信 人死后是有一个神事 或者灵魂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选择相信 那么就会有一个神事 或者是灵魂 在死亡的过程当中 离开这一个肉体的过程 这个过程 子女如果选择相信 那么应该要有一些 帮父母的处理 这个时候他们是被动的 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神事 在一个昏迷的状态 反而我们活着的人 可以做一些有效的措施 所以孝顺父母亲的人 在父母死亡的过程 的这一件事情上 应该要有一些知识 宗教领域里面 都有一些说法 和一些做法 可以引导你 所以如果孝顺父母 在这方面 要有一个知识 做好准备 第二个就是丧礼的举办 某种程度来讲 我们台湾的社会 在这个事情上呢 从过去传统的社会 到经济过度发达的社会 到现在越来越 这个文化 这个越来越理性 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上 很多的藏仪色的 这个经营 越来越有 一些生死学的知识 一些宗教礼仪的知识 他们也很注重 自己在这方面的专业的培养 注重自己在这方面的 一个形象的提升 做法的提升 所以一方面慢慢的 在收费方面 金钱方面 越来越合理 二方面呢 在仪式的过程当中 尽可能的要注意到 重要的是 那一个哀思的传递 而不是一些这个 虚浮的礼节 虚浮的布置 在这一部分呢 做子女的 也应该花一些心思 做一些选择 你要接受 怎么样的藏仪公司的设计 怎么样的一个作业流程 我们是应该花一些心思 去想一想处理一下 我个人看法就是 我觉得台湾社会 在这一部分慢慢的 其实相当有一些进步 第三个部分就是 更长远的 你跟死去亲人之间的关系 你用什么方式来跟他互动 这里头就可能会有 祭祀的行为 当然有人不相信 也许没有祭祀的行为 但肯定会有哀伤 肯定会有私情 肯定会有思念 那么如何处理自己 自己的私亲之情 或处理自己跟自己所认为的 这个死后的父母的灵魂 做沟通的 祭拜的行为 这也是每一个人 应该放在心上 自己好好做准备的事情 你把这些事情 一步一步都做好了 就是对于父母亲的死亡 这件事情的一个孝顺的做法 才能够让你自己安心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安心是很长久的 陪伴你 甚至陪伴你的子女将来 如何来照顾你的死亡 父母亲最终就是会死亡的 所以对父母进的孝道呢 有在生前的阶段 也有死后的阶段 丧尽力 既尽成 是死者如是生 刚才讲丧 现在讲的就是丧以后的 既 那么 是死者如是生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有可能对待死去的新人 像活着的时候那样诚恳吗 当然这个问题指的不是那一些动作 那些动作都只是仪式性的行为 并不是真正的作用到了 父母亲的身体上 因为他们已经死亡了 真正的关键还是 我们那一个主观的态度 因为我们爱父母 因为想念 所以有一些行为呢 就是真真诚诚的心意的流露 所以在父母亲死亡之后 永永远远的时刻 依据个人的文化背景 家庭的这个经验 家庭的传统 或者你所信仰的宗教 所提供的礼仪 那么来进行这个 对死后的亲人的祭祀 就是为了表达你的想念 那就是一种亲情的流露 所以还是有死后的 孝顺的行为 可以去讨论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现代人的祭礼该怎么进行 或者何者第三个问题 在教堂吗? 寺庙吗? 公墓吗? 好 还是呢 可以到在家里 就可以进行了 那么这些事情 当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那么我们采取一个适合的 符合自己的信仰的传统 文化的传统的做法 就是最正确的做法 那重点是我们有那个心意 如果没有那个心意 这些行为都不会去进行 如果不进行这些行为 那我们的心意要摆在哪里呢? 一个正常的人 摆在事业上的努力 摆在家人的照顾 也会摆在 对于自己过世的亲人的怀念上头 所以一个正常的人 还是会去进行 这些对死后的亲人的追思 或者是祭祀 这个祭祀呢 行为合一就好 不必铺张浪费 因为不是要做给人看的 不是要做给活着的人看的 也不是要做给死去的人看的 就是自己的一个心意的表达 好好处理 让自己安心 也让过去的亲人 如果他们真的有在天之灵的话 也让他们安心 至于他们有没有在天之灵呢? 这件事情真的是决定于我们每一个人 自己所选择的信仰上的 好 各位同学 刚才就是我在为大家讲课 那么这个弟子规 入则校这一章 是其中的第一章 那么后面呢 还有六个章节 那么时间的关系 因为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小时 所以这个影片就到此打住 后面的章节呢 我们再用其他的影片再补上 那么看到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内容 弟子规的文字 我们发现 其实里面的东西都很清楚 也很简单 而且确实是 在台湾这个社会环境 在这个华人成长的社会环境里面呢 我们从小都知道的那些道理 只不过 我们不一定有去遵守 有去执行 而且呢 这里面的孝顺父母 父母子女相处的这些原则 其实我们人生还很长的 我们人生才过了几分之一而已 还有很长的时间 来体会 来实行 来落实 弟子规 入折校这一章里面的那些东西 这些道理 欢迎各位同学 把你的家庭当作这一章 这一篇文章的实验室 好好的来实践一下 看你用里面的原则 来跟你爸爸妈妈相处的时候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哲学的实验室 就是我们整个的生活世界 入折校的实验室 当然就是你的家庭 跟你的爸爸妈妈好好地互动 那么使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你可以体会到 可以学习到传统中国人 中国文化 儒家文化 传统下的这个孝顺的观念的落实 好 之后就以后的课程再见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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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